美国亚利桑拉厂 2022年12月开幕 连美国总统拜登 都亲自出席开幕仪式 但清传当地时间15号下午 发生爆炸 还造成一名外包司机受伤 最后人伤重不治 根据当地新闻报导 相关单位在当天下午2点45分 货包后紧急出动警消前往救援 消防车和救援车辆停了一整排 连到场执行任务的警消人员 下车后也纷纷穿上警示背心 对此台积电透过生命回应 15号因进场肺硫酸外包 轻运操射异常 有一名外包商轻运司机 在查看时发生意外 也在第一时间送往医院 消防单位正在调查事件原因 也表示不影响营运或工程进行 消息一出 外媒纷纷以即时新闻报导 非常重视 而以台股表现来看 似乎不受影响 16号台积电以852元开出 盘中最高冲上856元 标出新天价 公司市值更首度超越22兆元 尾盘收在841元 上涨2元 涨幅0.24% 也助攻台股盘中最高达 21515点 最终上涨157点 以21304点作收 华视新闻综合报导 哈喽我是主播王运竹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随时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